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一个观言 叫做顺序不同 结果不同 如同白板的这两个八字 仪物丁人大运在乌 下面这个八字 仪人丁人大运在乌 这个八字很多人批出来 十个人里面有九个都会批成 戊图克人水 然后还有一个壬水生乙木 十个有九个会批这样 这个是正确的五行流通 没错 这两个八字都是这种情况 可是这两个八字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 上面这个八字 他是日主授克 下面这个八字 他没有日主授克 也就是说你看起来排列组合 一模一样 可是实际上他却是完全不一样的像 那怎么会这样呢 各位 我们在批八字的时候 你不要看说排列组合一样就全部一样 你要看一下 他的组合是什么样的情况 像这一个组合 你从本命来看 戊土克人水 在这一种情况下 一个羊的克一个羊的 这时候再来一个人水 他就直接克丁火 所以这个八字 他现在是在日主授克 也就是很烂的一个运势 这个八字他是怎样 原本我两个来克 但是现在一个戊土来克掉一个人水 各位 这种情况是不是 两个来克我变一个来克我 是不是就变好了 这种情况 你可以把他说他脱困了 也就是说他从本来日主授克 变成没有日主授克 而这个八字是从本来没有日主授克 变成日主授克 可是他的排列组合 让你看起来都是一模一样的状态 可是他的内涵全部都是不一样 所以各位 你们要去知道说 顺序不同 他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批命的时候 请你们要注意 你们在帮人家论断的时候 先看一下本命 然后再去比较这个大运 你们才会清楚知道说 这个八字到底现在是好是坏 不然你直接都凭直觉这样看 两个八字排列组合一模一样 但是他的本质却出现了很大的差距 这样子 你是不是就会觉得很迷惘 这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五行派会让你觉得很迷惘的 这个情况 就是因为你顺序不懂 你阴阳不懂 所导致的现象 并不是五行派不准 而是这些东西 你假如没有去弄清楚的时候 你批出来的 各位就像这样子 就算五行深刻正确 你连解释都还会错误 所以各位要清楚 知道说 顺序不一样 他可能会导致不一样的批论结果 所以我们要时常的去看说 他的本命还有跟现在的大运 他到底是成什么样的状态 你才有办法去真正的批论出他的情况 今天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帮助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拜拜